好 繼昨天海巡署公佈四艘中共海警船航入金門限制水域後 稍早呢 他們再度公佈今天早上一共有四艘的中共海警船 再度編隊航入我金門限制水域 海巡除了派出巡防艇對應平行監控之外 也對大陸海警船廣播驅離 大概大概到上午十點左右離開 帶你來聽 叫大陸公務船海警二零二 二零三號 那麼海巡對此強調金門海巡單位本於人道精神 持續投入大量的海上能量協助東定海域的沉默的漁船搜救 不過中共此舉呢 已經嚴重的影響海上秩序安全 為了避免造生海事事故 他們呼籲要即刻停止類似行為 以確保海上航行安全